嗨,各位老师大家好 小豆老师要用这支短片来为大家介绍IES的十大优势 配合教育部,推动中小学数位学习经济方案 除了需要教室里生生用品版所需要的HiTeach课堂教学软体之外 如果能搭配IES云端整合的应用 就能把课堂教学、学生学习延伸到课后的平台 我们希望透过这段简介影片 让学校与老师们快速掌握顶级生生用品版 课堂教学软体HiTeach搭配IES平台的十大优势 选对平台,才能确保导入成功哦 IES是老师教学应用的后台管理系统 是属于老师端的服务功能 而搭配的学生单应用 我们称为A Class 1智慧学伴 因此,要提到IES的特色优势 就必须和学生端的A Class 1智慧学伴一起说明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 课堂是主阵地 云端是辅助应用 老师端的IES加上学生端的A Class 1 就能把HiTeach课堂教学的应用延伸到课堂外 下面我们就把IES的优势特点 来分别意义说明 优势一,弹性双模式 个人免费运用或学校整体导入都好用 教师个人只要先注册好提摩豆账号 就可以免费使用IES 图中绿色的部分就是教师个人就可以直接使用的功能 那么,学校呢? 学校可以透过购买 IES5智慧学校管理服务 就能进一步提供学校属于校级运作的功能 例如学校管理,学校的教材,提库资源,发起学校活动等 当有了校级的资源 邀请校内老师加入,成为IES学校成员 老师们就会多了学校资源可以使用 因此,教师自主或学校团队合作资源通通都兼顾 优势二,课堂前中后 应用完整整合,学生都好用 IES供应课堂所需课程名单 教材,试卷的资源 课堂结束,又会会整着堂课所有的互动历程记录 课前,课后,老师又可以利用IES的作业 线上评量,公告,班级经营等功能与学生互动 学生搭配使用也很方便 整个学习场域就获得非常完整的延伸 优势三,建立课纲教材库可共编共享 一键下载就能上课使用 在IES上,可以先进行教材或试卷的备课 教师个人或学校团队一起共备都可以 平台也提供课纲目录结构的方式 分科,分单元,建立对应教学需求的教材 学习单,参考资源,试卷等等教学资源 这些在IES上准备好的云端资源 团队成员就可以在HiTeach课堂中立刻使用 点开HiTeach的教材资源区 清楚区分个人或学校的资源 再依照课堂需求,选择上课教材或测验所需的试卷 真的太便利了 优势四,完全整合课堂教学系统 线上线下全串联 IES是以服务课堂教学为主 充分支援HiTeach或跨平台的HiTeach CC课堂应用 在开始课堂时提供名单、教材、试卷 让课堂高效互动、展现同步互动 同步测验、同步任务的课堂应用场景 而结束课堂后 这堂课所有的电子笔记、互动历程记录 学生的作品、成绩记录等都会自动储存回IES 整个过程获得非常好的串联与效益 优势五,学生单、AClass1整合 生生皆有专属学习历程 智慧练习更高效 课堂外 学生能够进行哪些学习活动呢? 利用学生单的AClass1智慧学办平台 学生登入自己的账号 就可以查阅课堂上的电子笔记 以及自己个人的课堂测验成绩 记录分析等 让学生能清楚掌握自己的强弱点 精准复习、有效进步 老师也可以利用AClass1来发动预习活动 作业缴交任务等 课前课后全都顾到了 此外 考完试之后的错题复习机制很厉害 以前学生会制作纸直错题本 现在透过我们的系统 就会有自动化的数位错题本 这些错题不仅会整 还利用结合大脑科学的演算设计 提供智慧错题练习的功能 复习效果当然会高人一等 优势6 全面掌握学校管理权限序号 软体授权现况 管理超方便 IES提供很便利的管理功能 从学校的学期期间 年级设定 学科分类等基本设置 到学校教室的权限设定 iTeach或其他服务的启用 授权状况 一目了然 此外 针对教室端iTeach的启用状态 解除绑定等功能 则非常利于大量导入 iTeach授权的学校 进行授权调整 让管理者管理起来超方便 优势7 系统性建置学校名单 与课程安排统一配课 配学生账号 教育学的过程中 师生互动 所对应的历程记录 若要延续 扩展使用 重要的基础工程 就在账号资料 与排课表的配置 在IES中 可批次汇入学生名单 班级 统一为学生们建立个人账号 并可对应 保存个人的学习历程 学生在使用 A Class 1智慧学办时 就可以用这个账号登入 而排课配置 所安排课程的 对应授课教师 也能够在IES的 我的课程 看到这个课程的 学生资讯使用Heart Teach时 也可以直接选择这些课程 进行教学 优势8 智慧型仪表板 学校智慧教室 平台应用等数据 清晰好掌握 利用IoT技术 学校Heart Teach 智慧教室的应用数据 例如课堂使用数 学生参与人次 使用时数 课堂互动生成的 数据统计等 透过IoT数据 智慧型仪表板 一目了然 能够清楚掌握 学校教师系统的 应用情况 对于教育部 推动中小学 数位学习经济方案 所需要掌握的 基本数据 由仪表板中 即可查看 不需要再花时间 汇整 而学校IES资源 与应用数据仪表 则可掌握 云端资源 与使用IES云端课程的 课堂应用情况 透过仪表数据 也是清晰好掌握 优势9 小考作业 单考成绩粘笔很弹性 结算成绩真方便 素养导向 多元评量 是课堂发展趋势 在进行阶段性成绩总结时 现在有IES的计算系统 来帮助老师 更客观 更省力地计算成绩 素养导向教学 注重多元学习评量 强调非单一性 多样性 不要只有纸笔测验 在IES与HiTeach等 系统的教学环境辅助下 课堂上 就可以进行 相当多元的评量模式 利用HiTeach的互动 任务 测验 智慧评分等功能的搭配使用 就能生成多面向的 多元评量数据 而课前 课后 也可以透过教师的 IES与学生端 A Class 1 进行作业 预习或复习的评量活动 这些不同评量活动的总结成绩 在期末时 都可透过教师段 IES后台的成绩统计功能 自动带出历程数据 快速结算成绩 优势时 强大的学习分析系统掌握学情 才能对症下药 因材施教 对于测验结果 需要进行系统性分析 才能更精准的决策 以及视性辅导学生的学习 Clouds评量诊断分析模组 可针对测验活动 进行评量结果的学情分析 不论是课堂上的小考 或月券系统生成的大型断考 模考等记录 都可做跨班 而且深入又全面的测验结果分析 提供精准又详细的学习诊断分析报告 学生个人也可以有个人诊断分析报告 自我检视 补强热点 成绩自然就会进步了 透过以上十大优势说明 相信您一定很想要尝试导入看看 欢迎与我们联络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